各位老師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想教大家使用數位達版裏面兩個常用度的工具 分別就是第一個 形狀工具 第二個 文字 方框 我先講了形狀工具 你可以見到那個位置就是這裏 Exactly一模一樣的 icon 按一按 打開它之後就會見到裏面有不同的形狀可以選擇 例如我想畫個圓形的 我就選個圓形 之後畫出來 或者立體的圖形 甚至乎一些簡單的線圖 箭嘴 都可以在這裏叫出來 除此之外也可以畫一些table 如果有時需要用到一些table的話 就可以畫一些table 例如想畫一個 4x4的table 就已經即時就畫好了在這裏 好那你說我有時畫完一些圖形 想轉它的顏色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用這個鼠標功能 鼠標 這個 按一按它 然後點選你想轉顏色的圖形 例如我想把這個三角形轉為黃色 就選擇這個調色版 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它就可以即時轉做不同的顏色 好那講完 圖形工具 接著就講一下這個文字方框的輸入工具 有時我上網找了一些很大篇的貨文 可能我不想寫的 作為一個老師看到如果有幾百字的文章 我沒有理由寫出來 那你就可以這樣 打你們需要的內容 輸入 除此之外 如果你本身在這個網站 譬如我現在在這個網站 我複製了一些文字的話 你走回去 我們的數位白板 然後按 Ctrl V 那你就會見到 整段文章已經幫你直接貼上這個位置 如果有時遇到一些很大篇的貨文 或是一些很大篇的文字 你想直接貼上這個數位白板 來教學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這個網站 Copy 然後進入這個 數位白板 按Ctrl V 它就會直接把你剛才Copy的文字 一色一樣 來到這個數位白板 好那今天的教學內容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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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 詳細心 內容 勞